战国末期 楚国境内的挂甲村 一夜之间全村暴毙 墨家巨子派出一位墨者前往调查 墨者见村民借一丝互相殴斗之死 异常蹊跷 搜查中 在一户人家发现一骑石 骑石通铁玄色 内力引发出阴红光芒 墨者伸手触碰 脑海中竟出现沙漠之声 虽将石头带回墨家 并道明人位 居自仔细研究骑石 妙骑能舍人心智 催着力气 更匪夷所思之事 骑石竟能让机关兽自由行动 万物活物 相传 墨家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 封印了骑石之力 令其只能影响人类的记忆 墨家俱子认为 人之出生本干净无染 俗世种种印记滋生欲望 欲望引起战争 如能让诸侯失忆 并可令其刻之欲望 从而停止战争 墨家将此骑石命名为 墨星 千年时光 墨星早已下落不明 然而围绕他的传说 却从未停止 未停止 不可行 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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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停止